外卖销量最高的韩式炸鸡 和销量最低的韩式炸鸡 味道有什么区别 首先搜索韩式炸鸡 销量优先 销量第一位的6500档 它是炸鸡冷气榜第一位的 点进去 最招牌的双拼炸鸡畅享套餐 一个甜辣酱 再来一个柚子酱 这个套餐27块钱 27感觉吃不过瘾 再来一个脆皮炸鸡 用完红包43块钱 接着来找一个销量比较低的店 往下拉 就选这家吧 杭江里大块炸鸡 越售195档 一样是有一个招牌的双拼套餐 甜辣 这边来个蜂蜜芥末吧 价格是31块 好像比刚刚那家要贵几块钱 冰王红包25块 回来了 左边的有两个盒子 很明显 当多的 然后这边是当少的 看着包装还要更好一点 双拼炸鸡 还有一盒 这个是全鸡 这个双拼的炸鸡 区别不是很大 看不太出来 看一下这边的 这边就明显多了 同样的套餐 看一下哪边种 当多的 439 然后是当少的 519 当少的种了很多 但是吧 论价格的话 这边也要贵个3块钱 所以总体性价比应该是差不多的 话不多说 开吃 当多的来一块 粉丝先吃 挺有味的 又甜又辣 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这边的炸鸡 吃起来是软绵绵的 虽然很烫 但是很明显 提前炸好 然后放保温 并不是现炸的 来试试当少的这边 同样是甜辣 一吃就知道 表皮还带脆 这边是现炸的 一样没有骨头 再来个芥末 刚一直没说话 主要是这两边的炸鸡 实在是太相近了 除了当少的这边 表皮带点脆之外 鸡肉的口感 还有酱料 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 为什么这两边的当量 相差这么大呢 甚至当少的 还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起码它是现炸的 外卖的当量 真的不能反应全部 今天的行事炸鸡 当少的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